哈囉LINE 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知性喬 LINE 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智慧倫 哈囉LINE 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熊王子 熊王子 欸! 借的主題就是借 知性被掛的 我就是跳動一點 好 這一張 好 這一張 好 這一張 還是你在學 這個玩意都猜得猜得 對對對 你們就隨便CUE我吧 好 那我們先從你單手比賽開始好不好 好 第一次我愛你全版貼圖 這一張 這也算是某種程度的夢想成真 不知道以後別人如果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用我的貼圖 我...我為什麼感覺 可以 好 等一下 那這張我先開豬隊的時候好了 不瞞大家 我平常就自己在做我自己的貼圖 今天終於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正式版的幫我做了 不然我平常都是自己剪接我的戲的片段 表演片段做GIF檔 這是我第二次跟LINE合作 然後之前是跟團體一起 然後呢就只能... 一人分到一個臉 對對對 差不多一人就... 一人就一張而已 然後那一張還沒什麼人用 這個比較能就是以一個戲劇角色的一個方向去出發 然後我在戲劇裡面又是 可能情緒會比較浮誇的一個人 在現實中也是 所以 算是 享受到啦 可以做一些很誇張的動作啊 跟表情 然後希望這個會變成每個人就是 一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實用的貼圖 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實用的貼圖 超彩虹 對... 很像我吧 那你喜歡你給誇張 你像我這樣 我相信一定會很可愛 因為剛剛拍的時候其實蠻好玩的 然後也蠻...蠻...蠻... 就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貼圖 嗯...好啦 就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貼圖 謝謝LINE給我們的機會 幫幫我們家生意啊 讓我們有... 自己的貼圖可以使用 自己的貼圖可以使用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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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在戲中飾演的角色叫做鍾少熙 號稱鍾哥 同學 這裡不能翻牆 你今天幾班的 那我覺得她這個角色最有趣 就是她的個性其實是 跟外在看起來是非常的反差 因為她從小到大有一點俠女個性 然後運動的神經都非常好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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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其實就是 心裡就像一個小少女一樣想要談一個 很浪漫粉紅泡泡的戀愛 愛正在發生 說不想問什麼 但是又快樂 在進行著 愛正在發生 我在戲裡飾演顏立正 那我是一個 非常孤僻的人 對 你還要幹嘛 因為小三年 有點吵 葉立正的個性有一點是那種 悶騷 就是很多話在心裡但都不講 然後後來呢 遇到鍾少熙 也還是不講 但是慢慢的被她的情感融化了 然後進而發展一段單純的一個愛戀 我可以很輕易地在看到女生的第一眼之後 就判斷說 我喜歡她 或是我不喜歡她 我喜歡你 我要追你 我在劇中裡面飾演的是王靜里這個角色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 請別靠近她 她是個單純的女生 玩不起那些感情遊戲 靜里也是一個很逞強的一個人 她不喜歡讓人家看到她很脆弱的一面 靠近我的男生 通常都很容易受傷 不過就這一面就剛好被鍾少熙看到了 我可以向你證明 我的鍾少熙是有多認真 有啊一定會感情更好啊 而且就是每次拍戲 如果當自己很投入很認真 然後對方也願意給出那麼多真實的情感 所以我會非常的感謝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 以朋友的方式相處太久了 突然間我要跟她演情侶 我要愛上她 我覺得我自己也沒有放開 比如說要跟她牽手啊 對 牽手或是扶藥 我就說那我這樣扶可以嗎 就很怕負禮貌 我剛開始演戲的時候我會分不清楚 不是一下弄了放開 就是一下又快了好幾拍 後來越來越多經驗之後 就不會那麼害怕 就會覺得說可以放心的去 喜歡上這個人 難免啦 你就說拍完之後 你還是會覺得你看到這個人 還是會想到那個角色 我就像我那時候就跟她講 我說等到你拍完戲啊 你就趕快換回你自己的 平常穿的衣服 就不要再穿類似眼裡穿那衣服 然後這樣我們就不會出事 我可能會最喜歡她啦 因為這是我在戲裡 太太 我的眼裡就是只有她嘛 對啊所以說 因為我覺得說實話她的角色 看似沒有那麼多誇張的表現 可是是非常非常的難演 我非常喜歡 敬禮有一場戲 就是在咖啡廳 欸不能知道 喔喔喔 好 在某一場戲她為了 一件事情 某個人 這要怎麼說呢 為了 走去了某個地方 某個地方 某個地方做某件事情 我會覺得 然後做了某個動作 所以好喜歡她 好喜歡 觀眾一定覺得是 你們空子 關掉你們三個在講什麼 誰被捏走這樣子 講什麼 什麼都不能孤怒你 到底在講啊 表面上是很放蕩不羈 但其實她有一顆 溫暖的心 然後我看劇本 我會被她的戲打動 然後她詮釋的方式 我也覺得不錯 其實我最喜歡小羽這個角色 喔喔 對 因為她真的是 就是從劇的前面 到劇的後面 她是有變化的一個角色 變得更勇敢也好 對 變得更堅強 然後更想要保護她的誰 她的某個人 在某個場景的那個時候 做了某件事 對 某件事 對 然後 可是她又是一個 我覺得小羽真是 詮釋這個角色 詮釋得很好 然後為大家就是 鄭重介紹一下 我們這部戲的美術者 森田 森田娃娃 到時候大家在戲中 會一直看到森田的曲線 她的鏡頭和特色 比我少 不知道是不是 跟導演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對 潛規則 跟她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她在戲裡也是 也算是忠孝季的最愛 然後她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對 會在某一場戲的時候呢 做出某一個功效 然後代表了某一件事情 很重大 對 沒有啦 這個稍微可以講 就是呢 忠孝季 因為她剛剛不是提過嗎 她外在大家都把她當 就是帥哥來崇拜 然後救星這樣子 可是她心裡的很多的那種 少女的小秘密 她全部都只跟日記講 所以日記會是這一部戲裡面 很多的爆點 還有很多 我最甜蜜 然後最虐 最心酸的點 都會在那一本日記裡面 墨鏡嘛 墨鏡平常男偶像都必備的 對 那我戴一下 我幫你展示你的 墨鏡啦 然後還有什麼呢 你外套 因為我怕冷 就是我怕 很怕冷 我怕冷 那你也穿一下 誰會戴著口罩和墨鏡出門啊 對 要嘛就選一個 要嘛就口罩 要嘛就不墨鏡 對 奇怪 有時候我跟妳講喔 偶像走在路上 跟逃犯是一線之隔 對 有點像逃犯 有沒有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特別 重頭戲 它是一個筆記本 它是 稍息立正作業部 然後呢 這是我跟巧巧在我們戲 殺青之後 送給我們每個工作人員 然後還有藝人 然後每人一本的 給他們留著回憶的 那個作業部 因為我們是學生系嘛 我們就做成像學生一樣的 作業部 然後讓他們可以 把那個 日記寫在裡面 日記寫在裡面 然後呢我們那時候是寫說 嗯 稍息立正 永遠愛你 我們的故事 未完待續 就給大家留一個回憶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 那想要怎麼得到呢 之後粉絲團再告訴你 對 哈囉Live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子秋生意 想要最快在線上看到我主演的 燒息立正 我愛你嗎 記得鎖定LiveTV 哈囉各位Live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曾祝喬喬喬 想要最快在線上收看到我主演的 最新劇作 燒息立正 我愛你嗎 記得鎖定LiveTV 要準時收看喔 哈囉各位Live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以倫 想要看到我主演最新的偶像劇 燒息立正 我愛你嗎 請記得一定要鎖定LiveTV喔 燒息立正 接著就要說愛你 欸拿那個又更像他了欸 對 因為我常常看到 有時候我會看到你在路上 都拿著這本書 對 我就知道那是你的 一定是你 放屁 結束了嗎 結束了 沒有更特別的東西嗎 那你帶那麼大一個包 要幹嘛 奇怪耶 就 就裝飾嘛 裝飾是不是 走一個秀走一個秀 OK走一個秀 來讓我們歡迎王子 我跟大家講就是 王子走在路上真的都這樣 拿著一本書這樣子 對不對